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定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高知商贩罪片 天作凶杀案 男主维克是名作家 这天,他参加完新书发布会的派对回到家里 却刚到妻子倒在血泊中 维克立即报了警 然而就在警察准备把他带回警局时 他却开车逃跑了 维克在车流中急驰 将警车远远地摔在了后面 突然,一辆摩托车横穿马路 维克猛打方向盘,致使车辆侧翻 好在他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警察感到看到维克已经逃走 便在附近展开了搜寻 那两名警察准备离开时 突然出现一个女人拦住了警车 警察快速跑到女人家里 只见地上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 而在案发现场的正是维克 警察立即将其拘留 德夫警官接到案情后 来到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死者叫谢家,是名律师 是报案人玛雅的丈夫 客厅的玻璃茶几碎了一地 桌子上还有血迹 德夫根据伤口推断 谢家是头部被重物袭击而导致死亡 果然他在角落里找到一个带血的烛台 随后德夫又在门外的垃圾桶里 找到几张没有烧完的照片 上次要求德夫必须在三天内结案 要么找到证据持空维克 要么只能放他走 因为嫌疑人维克是英国公民 在印度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 警方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 德夫甚至各个部门难正懈怠 办事效率低下 三天破案 谈何容易 但他绝对不能让罪犯在他手上逍遥法外 现在维克面临两起谋杀罪名控告 首先是他的妻子 第二个是谢家 维克一脸无辜地表示 他是清牌的 他什么都没做 并向德夫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维克的妻子是一家出版社的CEO 维克的新书就是在这家公司出版的 因为妻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所以新书发布会之后 他没有参加派对就回了家 等派对结束 维克回到家 就看到妻子倒在血泊中 随后他就报了警 但没想到 警察把他当成了头号嫌疑人 心里一紧张就逃跑了 路上翻车后 维克跑到了一个小区 他看到门位不在 就直接上了楼 来到楼上 刚好看到在门口丢垃圾的玛雅 维克表明自己是个作家 路上发生了车祸 想寻求帮助 起初玛雅推脱着不想帮忙 在维克的再三恳求下 玛雅才让他进了家里 但是屋内的很多情形 让维克觉得不对劲 首先 客厅的桌子被打碎了 玛雅还从外面锁住了卧室门 像是要隐藏些什么 而且他看到玛雅脖子上还有瘀青 这时 电视新闻播出了维克的通缉令 玛雅得知他是杀妻嫌犯后反应激烈 但经过维克的解释 玛雅相信他没有杀人 并怕他处理的伤口 维克听到外面的警惕声 打算自首 玛雅却劝说道 警察指向快点结案 要是他们找不到真凶 就会把罪名安在维克身上 于是维克又打消了自首的念头 现在想来 玛雅可能谋杀了丈夫 然后把尸体藏在卧室 最后嫁祸给了维克 董夫自然不相信维克所说的这种巧合 但他又找不到维克杀死卸家的动机 因为据了解 他们两个人完全不认识 玛雅认为 维克连自己的妻子都能杀 杀一个陌生人更不会手软 而玛雅讲述的事情经过 也与维克所讲的截然不同 据玛雅说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嫁 这时门铃声响起 他打开房门却没有看到人 就在转身之际 维克突然出现挟持着他 不一会儿 电视里播放了维克的通缉令 玛雅趁着维克看电视的时候 打开房门跑了出去 但又被维克抓了回来 之后维克开始在书桌上翻找文件 玛雅趁他不注意 拿走了一个手电筒 然后借口上厕所 用手电照向门卫处求救 但当时下着暴雨 门卫没有察觉 维克发现玛雅的求救行为 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正在这时 谢家回到家救下了玛雅 然后与维克打斗在一起 玛雅看到小区门口有警车 便冲出去求救 当他带着警察跑回去时 谢家已被维克杀死了 现在双方各执一次 德夫很难判断 谁说的才是真相 与此同时 德夫发现 在此之前 维克还牵涉到一桩起诉案 维克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是为女孩 后来女孩自杀身亡 但女孩的父亲认为 是维克谋杀了他的女儿 因为维克听说了女孩遭遇过强奸 便打算把女孩的故事写成书 维克一再表示 女孩的故事可以帮助到 其他受害者 并保证会匿名 这样女孩才答应下来 可是不久后 女孩的名字被泄露 女孩不堪忍受舆论压力 选择了自杀 女孩的父亲对维克提出了诉讼 但没有确凿证据 此事不了了之 接着德夫从门卫那里了解到 当晚谢家七点半就回家了 之后就再也没前他离开 玛雅却说 谢家夜里十二点才回家 对此玛雅及时说 谢家晚上七点半回家 拿了文件又走了 根据事件报告 谢家死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之间 这个时间段里 玛雅和维克都有作案的可能 正当德夫一筹莫展之时 有人给警方提供了新的线索 两天前 维克的邻居无意间拍到了 维克和妻子争吵的画面 夫妻间吵架本是平常事 但两天后 维克的妻子就死了 不禁让人产生怀疑 维克只是说 那天他和妻子吵架事出有因 妻子为了让维克的新书大卖 便向外泄露了女孩的名字 维克得知女孩自杀后 坚持要取消新书发布会 但妻子不肯 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 根据事件报告显示 维克的妻子确实死于心脏病 与此同时 法院根据谢家头部的伤口断定 攻击谢家的人至少要6英尺高 而维克的身高有6.1英尺 胸器上还有他的指纹 这基本可以排除玛雅的杀人嫌疑 于是局长向媒体宣布 警方将以谋杀罪 对维克提起控告 然而德夫确实眉头紧锁 他认为此案并没有了解 他根据案发现场未烧完的照片 找到了拍照片的人 原来照片出自于一个私家侦探 照片的内容是玛雅出轨的证据 德夫立即把玛雅的情人 眼镜带回了警局 与静也是名律师 并和谢家是同事 面对照片 他承认和玛雅是情人关系 但他们绝对没有杀人 面对出轨证据 玛雅和眼镜的口供出奇的一致 然不得不怀疑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供词 德夫告诉与静 他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他的血迹 所以正清白 与静只好说出了实话 案发当晚他和玛雅通关时 被提前回来向谢家装个正招 但没想到谢家早就知道了他们的事情 并找私家侦探拍下了照片 激动之下 谢家推倒眼镜砸碎了玻璃桌 眼镜受伤 在桌子上流下了血迹 谢家愤怒离去后 眼镜也离开了 但他担心玛雅和谢家会再次发生冲突 便打电话给玛雅询问情况 但电话一直打不通 眼镜不放心又来到玛雅家 但玛雅没有让他进门 玛雅告诉德夫 当时维克就在门后挟持着他 所以他才没有让眼镜进来 玛雅表示 他之前没有说实话 是想隐瞒出轨的事情 但他和眼镜绝对没有杀谢家 然而维克的讲述 又与玛雅和眼镜的截然不同 当时清理完伤口的维克准备离开 恰好眼镜过来 玛雅向维克介绍 眼镜就是他的丈夫谢家 并表示谢家是名律师 维克的情况他可以帮上忙 维克信以为真 便又留了下来 谁料他无意间碰到电脑 之前电脑显示屏上 与玛雅合着的男人并不是眼镜 维克意识到眼镜不是真正的谢家 但为时已晚 他被眼镜用竹台砸晕在地 等他醒来时 看到真正的谢家已经死亡 最后警察就冲进来了 综合所有情况 维克和眼镜都有杀人的嫌疑 但关键是没有人知道 当晚谢家七点半回家后 有没有再次离开 德夫正在擦鞋时 突然想到 半发那远大概十一点开始下的雨 如果像玛雅所说 谢家最后是夜里十二点回的家 那么谢家的鞋子上应该有泥 但德夫在正午时看到 谢家的鞋底很干净 随即警方逮捕了玛雅和眼镜 据德夫推测 谢家晚上七点半回家后 被眼镜和玛雅杀死 然后栽赃给了 恰巧来寻求帮助的维克 这个计划可谓天衣无缝 但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 这次面对媒体 德夫终于露出了笑容 维克被无罪释放 他把妻子的尸体带走 进行了火葬 晚上回到家 德夫翻看了维克写的小说 德夫的妻子是维克的粉丝 他告诉德夫 这本书的主人公 最后死于药物过量 说者无疑 听者有心 德夫立即赶到了法医中心 法医表示 维克妻子确实死于心脏壁 虽然没有尸检药物过量的问题 但他们根据小票上的购买日记 算过药片数量 维克的妻子是每天服用一片 并没有过量 然而德夫却发现 胶囊上的字错了位 好像被人动过熟觉 打开胶囊法也看到 这些药的剂量是正常药物的三倍 正如德夫所推测 维克偷偷给妻子的药动了手脚 妻子过量服药后 心脏并发作 撞击到头部致死 原来泄露女孩名字的人是维克 妻子得知女孩自杀后 要取消维克的新书发布会 否则他就揭露此事 维克知道一旦证据确凿 他将会坐牢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他就杀死了妻子 但警察来后 他看到妻子的手机上 收到一条信息 没想到 妻子已经找到了律师 准备对他提出控告 而这个律师正是谢家 维克不能让知道真相的谢家 对他产生威胁 于是他开车淘宝来到了谢家家里 之后发生的事情 玛雅讲的才是真相 他只不过隐瞒了 与眼镜的情人关系 维克在找关于他的文件时 看到了玛雅和眼镜偷情的照片 他知道玛雅肯定会隐藏出轨的事情 所以维克杀死谢家 烧毁起诉文件时 故意将那些偷情照片烧毁一半 留下证据 这样就会给警察造成情杀的假象 维克甚至心思缜密到 给谢家调换了鞋子 所以德夫才没有在谢家的鞋子上发现你 知道真相的德夫赶往机场 但还是晚了一步 维克已经坐上了回伦敦的飞机 不愧是作家 编的故事面面俱到 正如片中维克所说 有人利用真理获益 有人利用谎言 而我则利用巧合 从巧合到巧合 真的是天作凶杀案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